OK好,那這一支影片拍的比較興趣 因為基本上就是明天禮拜三沒有辦法有比較正式的影片 所以知道先拍個預告片 告訴大家說我在幹嘛 那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鏡頭上這一支 就是KO...痾...KO牽直鏈的蓋特 好像是世界最終之日的蓋特吧 那牽直鏈本來是出完成品 這一支KO是把它做成組裝模型 組的...很累 我上個禮拜五就收到,然後開始組 基本上到禮拜天晚上 因為我就是...算稍微有點趕工吧 就...努力的用各種空閒時間來組 然後...就大家可以在鏡頭上看到 本體基本上就是已經都組好了 可是...在它的盒子裡... 還有...還有...這麼多... 還有這麼多片框架 就是...這些框架就是會組成它的... 翅膀跟斧頭那些武器喔 那我就是看到還有這麼多框架的零件 我覺得...好煩喔 我本體明明就都已經組好了 我就...很懶得去...組這些配件類的東西 那另一方面是它的翅膀 就是這一支... 另一方面是這一支它身上的... 嗯...金屬綠的零件 本來在千子鏈的完成品版本裡面 用金屬綠色表現的零件 它這一支是透過這種透明綠 比較深的透明綠的零件來呈現 可是它這個透明綠呢... 如果... 直接...組到它的翅膀上面去 其實效果是很差的 我看一下 OK 它是這樣子 會整個是比較暗沉的顏色 所以我都是透過在它底下這邊 再去貼這種美工膠帶 然後再把這個透明綠相牽上去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來讓它... 顏色會... 比較亮一點 OK 所以就是... 這個部分會比較搞剛 另一方面也是... 這一支的組裝... 呃... 畢竟是... KO廠的... 又把它改成組裝模型 所以它的零件的一些密合度比較有問題 好像我其中這片翅膀 這邊... 組上去以後 只是想要動動看看 它這個翅膀動起來 手感如何 結果一凹就斷了齁 所以這邊我又自己打裝 然後用AV圖去... 加強它 所以我就是... 要再花時間去處理這邊的部分 呃... 就是因為出了這個意外 不然... 本來我是很希望可以今天就把這些東西組完 然後今天拍影片的 好 總之就是這樣 就... 沒辦法 好 好 那... 這是... 這支KO蓋特的部分 在... MG的... 新的... 飛翼... 剛剛明明是... VERKA 我也拿到了 不過這一支我就比較不確定 我會不會拍影片的 欸... 可能還是會啦 但... 覺得最近拍組裝模型的頻率好像有點太高了 而且這個... 恐怕也是要組很久 所以... 就到時候再看狀況 因為我也不是專能以模型為主 我畢竟還是希望可以主要拍變形金剛為主 只是最近真的變形金剛的到貨狀況很差 很無奈 好... 然後... 還有這個是之前逛街的時候買的... 有點類似紫雕的東西 紫模型 就是... 把它裡面的... 零件... 剪剪折折黏 就可以變成一隻立體的貓咪 這個東西 我應該就是自己拍縮實影片 就... 有點類似做個紀錄而已吧 這個就... 可能大家也不是那麼有興趣 就帶過 桌遊方面的話 最近玩了這個 鬼陣奇坦卡牌版 欸... 我也很想拍影片介紹這款遊戲 但是... 有一些規則比較麻煩的部分 我可能要再查一下資料 或者是... 看一下網路上有沒有別的影片之類的 已經有介紹過了 也不一定 總之這個... 也是不確定 總之... 我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應該接下來的時間大部分的心理 都還是會繼續先把這一隻蓋特的... 欸... 把他的武器組完 沒意外的話 禮拜六就會上傳這一隻的影片 希望啊 因為那個翅膀 可能也要花點時間處理 希望禮拜六可以上傳他的影片 那就... 今天就這樣 我是小夢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